Hello 刚刚看完奥运开幕式 零睡前跟你们讲两句 开幕式看完了 我其实整体我还是蛮喜欢 我觉得挺有创意的 而且它要表达的东西是很符合法国社会的 我自己看的是蛮有感触的啦 但是有一些地方我看的时候还是会 哦 这样子 那么其中有两点 我觉得大家有可能会不太理解 我就这边跟大家讲一下 第一点是那个三人形 首先里面体现了法国对 不同种族不同人的包容性 我觉得这个是还蛮好的 奥运官方其实也给了一个解释 他就是引用了Victor Hugo的一句话 爱情的自由与思想的自由同样神圣 那么这句话就很明显了 那么基本上就一句搞定 讲完 明 好 第二个呢就是九神的那一拍 当时出来的时候看的也是有点懵的 歌手呢是Philip Gartin 这首歌是他自己的 就是他以前在其他地方也演唱过 他是有点讽刺意味在里面的 就是比较经典的法式幽默啦 那他这首歌是讲什么的呢 他就是讲一个果的事情 就是 我感觉上哈 翻译也翻出来 我觉得有点点像返普归真 回归人性最本真 最初的那个状态的这个意思 里面的歌词是有讲到 因为我们出生的时候 我们都是没穿衣服的 对吧 那个时候 我们是没有任何贫富差距的意识 我们也没有容貌焦虑 他就说如果我们是果的话 我们的枪也没地方放 我们就会生活得像婴儿啊 然后像动物一样纯粹 他就有一点 有一点这个意思在里面 反正 你应该明白的 就是你个意思 就是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概念 但是他的表演形式呢 他本来其实就是这样 奥运会 其实他收敛了 嗯 因为我看了他的表演 他以前的表演 他是摄影师观众 包括乐手 还有他自己 全部都是果的 没有涂任何的蓝色 他就是纯果 有点讽刺这个社会现状 这种感觉 那法国人怎么看 这个表演形式呢 其实也是褒贬不一 然后有些法国人就觉得 那既然你找了这个歌手来 唱这个歌 那就是这样的风格 因为他本来 他就有唱这样的风格的嘛 但是有一些观众呢 他其实蛮担心的 就是说你在 在全球人面前表演 这个就会不会有点 不太好 然后有一些人呢 是直接Q到中国 就是说 你试想一下 在中国人面前 唱这个 你觉得中国人会怎么想 他直接把中国Q出来了 目前就是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 就是我对他这个曲子 一个小小的解读 那明天开始 我就会去看比赛 然后到时候再跟大家 直击赛场 我们下期继续 拜